我是刘明 台湾有一百多万的身心障碍人士 我也是这一百多万人中的其中一人 我有一个梦想 我想为身障人士打造一个圆梦的舞台 让更多人看见他们在舞台上发热发光 跨越障碍 展现才艺 欢迎大家收看圆梦新舞台 丰富的底色和笔触 显现出络绎出与生俱来的创作本质 虽然自闭症造成言语表达上的困难 但是她选择用细腻多彩的颜色 来透露心思 带给这个世界不一样的美丽 我们一起离开 我们一起逃走 小小症障碍了杜文轩的听觉 因为少了正常听觉 所以留出比较多的心灵空间 让她听见自己心里梦想的声音 不断地在体育 在戏剧 在可以发挥生命力的领域 努力表现 欢迎来到圆梦新舞台 介绍今天的几位主角 他们可以说是允文允舞 动静皆宜 首先介绍她是画家 然后也是运动高手 欢迎移出 你好有礼貌 还站起来 对 那其他人会不会都要比仗了 好 还有欢迎移出妈妈 是 辛苦了 是 再来介绍是我们学霸 那之前是台大政治系 现在又转到台大戏剧系 她除了很会读书之外 也是羽球的国手 欢迎文轩 我跟文明老师好 初播姐姐好 是 文轩好棒 好 接下来介绍特别来宾 她之前是资深的新闻主播 现在在网路媒体在主持节目 那两年前对她人生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罹患的癌症 我想今天邀请她来 她更能够感同身受 障碍朋友的心度历程 欢迎杰力哲 谢谢刘哥 哈喽 欢迎收看星光好选择 我是主持人力哲 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杰力哲 她是资深新闻主播 两年前转战网路媒体 主持娱乐节目 去年确诊罹患癌症 她开朗乐观地面对疾病 也体悟到生命无论高低起伏 都有不同的精彩 人生的酸甜苦辣 也都有不同的养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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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砰砰砰 我真的很开心见到两位 跟其实虽然我们是不同的命运 可是大家其实都是 在生命中充满挑战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边 让我的能量倍感加强 是 真的 大家一起用生命影响生命 生命感动生命 好 那我们这一部分 就是三分钟的生命故事分享 很多人都有卡关 但是因为你们不一样 允文允武 对 好 那怡初你先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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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抓手 一 二 三 四 这个队是在十几年前 它是由一个特奥会 就是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 成立的一个球队 这些孩子呢 必须要是有智能障碍方面的证兆 才可以加入 生命到两次 他现在由我个人 好 持续一直在做这个活动 我们的孩子 他很需要做一些活动 达宝林区这个活动 可以让他增加自信心 漂亮 一出的身上 我看到他非常地有自信 我觉得变得很开朗 他打出拳岛的时候 他会让我们感觉到 他非常对自己 非常地有自信 漂亮 我平常在一出 接触的运动 有保龄球 然后游泳 因为直排的他 当过2005年的 那个科奥会的这个 宗教育 那有拿到银牌跟铜牌 好球了 那游泳呢 他曾经参加过 特奥的世界比赛 也有得过奖 我觉得运动 也可以促进脑部的发展 我想对他的人生里面 不管是学什么东西 都是有帮助的 大家好 我是若宜初 我今年29岁 这张是我的自己的画像 告诉自己说 我是一个优秀可爱的人 如何不断成长着自己的成熟 增加创作优点 画出不一样的样子 内心充满开朗的笑容 但还现在有着我有不同的穿来工作画涂的衣服 达到长高长大的身材 我是个阳光开朗的人 面对其他人很容易乐趣聊天交朋友 但和同学一起工作很开心 虽然面对其他人关心体 让自己需要给他时间观察 让他们兴起好多一些 不过他们到现在终于了解我说事情 我是个懂得温柔客气的同学 我们才会有友情的爱心 友谊的热情 和大家一起 持续在这个学厂工作才会开心 才会高气地做得很好 也许说的可以告诉朋友说 是一个像天使展开翅膀 双手握住帮子 小像瓜毛和外面一起进步 而且是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好 接下就轮到文轩了 文轩 加油 三分钟时间交给你 加油 在大概国小四年级的时候 因为近视就是太深了 那妈妈那时候就想说 打桌球或打羽球可以改善势力 对 但是后来势力没有改善 但我就喜欢上打羽毛球 之前的比赛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直输球 然后到后来有一次 全国身心战略运动会 就拿到了一个第六名 然后就开始觉得 我在这个领域上可以继续努力 是文轩 比赛开始 加油 我觉得是因为有成就感 就是参加过 包括听障的亚太锦标赛 亚洲运动会 还有世界杯跟听障奥运 比较好的成绩是 之前打世界杯的青少年组 拿到女单跟女双的亚军 有想过要放弃 因为太累了 太辛苦 集训的时候就是 礼拜一到礼拜天都要练 然后其实身体蛮累的 但是后来我就想说 不行 我都已经决定要好好练球了 那我就要继续走下去 大家好 我是杜文轩 大家好 我是杜文轩 我今天想要用影片来呈现我的自我介绍 因为我觉得画面 比我在这里单纯的用口语表达 会更丰富 更有层次 所以请大家来欣赏我的影片 大家好 我是杜文轩 目前就读台大戏剧系五年级 我和大部分的大学生一样 聊天 上课 写作业 敢作业 交作业 如果你没有仔细观察的话 可能不会发现我是一位听障生 肖尔正丰富了我的生活 却也带给了我不少的困扰 而我总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 小乖 我刚刚不知道不知道你在哪 我刚刚不知道你在哪 我刚刚不知道你在哪 接着 我想带你看看 出了校园的我 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有空的时候我会去打工 接家教 有趣的是 我发现服务别人 教授课程的同时 我自己才是最大的收获者 除此之外 我也会替自己安排一些户外活动 我喜欢到海边冲浪 享受被阳光和海水拥抱的感觉 去年和同学一起去北海道 我爱上了滑雪 滑雪让我体会到速度 刺激 同时 他也教会了我 跌倒了没有关系 只要再爬起来 人生依然会继续前行 动态的活动以外 我也喜欢摄影 透过摄影 我记录下生活中美好的人事物 每当我看着相机 手机里的人像 食物 风景记录 我都会不由自主地会心一笑 想起那个时刻最纯粹的快乐 天天 天天 拜拜 天天 要跑去哪里 最后我想要感谢每一位在我生命中为我加油打气 陪伴我的人们 因为你们我的生活才能如此精彩 谢谢 影片看起来好有感觉 真的 我刚刚又立刻想要挖脚了 我想说这不愧是戏剧系的 编导能力也很强 我觉得移出有勇气站在刚刚那个舞台上面 真的是很值得鼓励的 因为任何人在第一次或是没有很平常地面对镜头 或者是站在舞台上 其实是非常紧张的 可是其实你看起来是相当稳定 相当大方的 而且我相信就是艺术可能也对移出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启发跟帮助 对不对 那个自己的画像 我刚刚一进门的时候就有看到 我就在想说 哇 这是哪一位大师的作品 你真的画得很棒 其实文学本来是政治系的 对不对 然后后来又转戏剧系 对 而且你刚刚在自我介绍里面 你就讲说如果大家没有仔细观察 根本没有发现你是听障的同学 我也看不出来 真的就是 我觉得你是靠什么东西 这样自己这么有力量跟信心的 我是不断地练习 因为就是刚好学校也有相关的课程 那我就去修了那些课程 然后就练习 就慢慢地培养了我的自信 对 我也接触很多的一些听障的朋友 那因为听力受损 所以他们在口语的表达上 就不是那么清楚跟清晰 可是我觉得你说得好清楚 对 真的不说的话没有人知道你是听障 对 是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然后我的阿嬷 因为我一出生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我有听力障碍的问题 那我很小的时候就去接受了口语的治疗 对 那现在我在学校 因为我还是会觉得自己口语的表达可以更好 所以我也是不断地休息各种课程 对 那像我目前就修了一堂简报课 那那个简报课老师他就要求我们每个人要 在每次上课之前都分享一件两分钟的事情 然后在两分钟内把你的理念表达出来 让大家可以清楚地知道 对 这是我的一个训练方式 我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就是听障这件事情 其实对你的人生影响并不大 因为你的心态其实是非常非常地坚强 而且非常地乐观 所以你无论想要做什么 什么样的梦想 你都是很坚持地去前进 而且演艺圈里面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你这样的人才 你看又会唱 又会现在接受演艺圈的训练 然后接受戏剧的训练 又会剪 好像很全方位 是 主播对你非常地欣赏 你有可能是她如果要 她要当经纪人 要签的话 你可能会是她的目标 是 没错 有可能 是 好 接下来再回到怡出 妈妈要不要说一下 就是怡出她的一个障碍的状况 我知道她是自闭症 对不对 对 她是一个自闭症的小孩 然后也伴随着一些智能不足 还有一些肢体的问题 所以她变成一个多长的 是 那如果怡出目前 她现在智力的能力大概是在几岁 大概十岁左右 十岁左右 对 那个画不是十岁小孩子画得出来 可能 我女儿也十岁画不出来 对 老天也给她开另外一张窗吧 真的 很有才华 因为智力症我们初步地了解就是 她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但是妈妈很用心 然后希望她能够走出自己的世界 所以你就可能安排了一些 比如说像旅游 对 还有安排运动 对 问一下怡出 你会擅长哪几种运动 打篮球 排球 还有雨球 乒乓球之类的 你会这么多运动 对 很棒 哪一个运动你最喜欢 游泳跟篮球都喜欢 为什么会特别喜欢游泳跟篮球 就是帮助身体变苗条变长高 苗条 是 你觉得运动带给她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或帮助 也带给她一点自信 因为她喜欢上凸台 对 她觉得那个在上面那种感觉 她觉得无比的神奇 但是你要上那个凸台 你是要经过训练的 所以因为要上那个凸台 所以她也 就心甘情愿接受很多的磨练 而且那个过程有时候还蛮辛苦的 那我觉得增加了她对一些挫折的忍受度 像我们最近为了要下个月的比赛 她其实有一点点的 我觉得她有点辛苦 有点疲惫了 但是她忍着说 我就练到下个月就结束了 那还有一个多月 其实她还是撑着 那我觉得这个运动 这方面对她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她对她这种困难的忍受度可以提升 是 其实这两位都是运动好手 而且都是金牌得主 对不对 我应该是没有拿金牌 那可是你是那个青藏奥运的国手 羽球国手 你应该是羽球场上非常漂亮的一朵花 不是 不是吗 比我漂亮的人很多 我觉得好谦虚 是 好 那下一段节目就是你们的才艺表演了 我们休息一会 待会来看你们的才艺表演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律师 谢谢律师 大家好 我是杜文轩 会打球会演戏的文轩 跟会画画的移出 在下一段节目中 将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才艺呢 我负责吉他 我有你要帮我讲 我不是你吗 我才不要这么年轻又性感的妈妈 我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充满欲望 对于各种他想要的东西都会去追求 那但是他追求的方式可能是有点不择手段 或者是会害到别人的 对 这样讲可能讲坏好了 就很多那个 你说这角色有点坏这样 对 呼唤出心中的小恶魔 你是谁介绍给我们 阿伟吧 是阿伟吗 应该是阿伟 因为要做这种作品的话 实际上我是觉得 对于来帮忙参与的人的要求 其实是蛮大的 因为第一个是 我要跟你要的是一堆时间嘛 然后第二个是 我就没有钱可以给他 林天姐 锁到你房间的门 演完之后反而比较喜欢电影 就是跟戏剧比起来的话 我觉得戏剧就是在舞台上 然后好或不好就是观众定生死 然后电影的话呢 如果你的当下状态不好的话 其实还有好几次机会 可以重新来过 然后把你的状态 调整到最好 再呈现在大家面前 这是络宜出的工作日常 他每天搭捷运 来到多宝艺术学堂上班 哈啰 这里有没有喝水 你的吹风鼓 这里是一个艺术创作的空间 艺术长韩淑华带领着一群 具有独特生命状态 也就是犯自闭症的孩子 用画画来走出一条人生道路 看这个是 这幅画画是 宇初她从小学开始搭捷运 妈妈带着每个礼拜 从板桥到关渡 然后每个礼拜这样搭捷运 卷轴15公尺 大概画了将近一年吧 对于初来讲 她对人的一个行为模式很不理解 但是在这个搭捷运 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 然后于初不断的发问 比如说小baby为什么哭呢 那于初也很好奇说 他们是谁 他们是 他们在讲什么 所以这样开启她很多 对人的好奇 他们在聊笑话 聊笑话 让我了解说 宇初原来感受到那么多事情 看到那么多人 她全部都看进去了 多宝藝術学堂 是名副其实的多宝 这里除了有画家 还有热爱音乐的同事 可以教宇初弹钢琴 也许是在这一方的要求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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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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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